四个茶汤 两个烫青菜 两个土汁 一接到订单 厨房立刻火力全开 三个炉灶有时候还不够用 菜单里最叫做的茶汤 指的就是肉骨茶 早餐会吃午餐 晚餐 甚至宵夜都会有 就像台湾的肉燥饭一样 都是国民美食 就任何时候都会想要吃的东西 任何时候你想吃都会吃得到的 来自马来西亚的黎君 加来高雄后想创业 回到故乡槟城取经 开中药房的朋友 给了肉骨茶的配方 想在台湾复刻 为了做出具有层次的肉骨茶汤 黎君得再茄一碗就先熬汤 八老月的胡椒粉是最香 就是我们量不会用很多 但是它就是可以起到一个提味 可以提香的那一个作用 黎君的肉骨茶在2019年获得 马来西亚举办的第一届 世界肉骨茶王中王 一路从五十大过关斩将到十大品牌王 主要就是亚洲国家 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台湾 的一些肉骨茶业者 包括评审团 主办当局 好几位评审都有 那吃完了他们在找我 然后他们就说你应该要参加比赛 这一道汤其实是可以比了 有了这样的肯定 黎君开始把家乡美食端上桌 炒果条 烤沙爹 干炒肉骨茶 甚至是家爷面包 都是店里的人气美食 爸爸妈妈看着女儿每天这样 忙到没日没夜心疼不已 常常从马来西亚飞过来帮忙照看着 就像黎君也为了自己的孩子 愿意付出一切 最大的动力应该就是四个小朋友吧 因为四个小朋友就靠我一个人在养 不管如何都不能倒下 为母则强的建议 让黎君即便背负着庞大的压力 都能处置泰然 就像他熬的这碗肉骨茶 唇后的汤头是充满挑战的人生 也是时间的催炼 好的 好的 准备 觉得 战狮 和